我發現中國的政治犯家屬的處境都非常的可憐 我沒有任何組織與金援 我就是做我做得到的事情 刷信用卡買書 日用品或者做一些小額的捐款 給在中國的政治犯或者是他們的家屬 我覺得我只是在從事人權跟人道工作 我被中國征訊時 中國的國安一直問我說 我背後的金主到底是誰 背後的金主到底是誰 其實我最大的金主就是我妻子 用自己的信用卡還有我妻子的積蓄 全數用來買書籍給中國的朋友 或者定期捐助中國的政治犯跟他的家屬 因為我的外國人身份相對他們來說是相對安全一點的 我定期去中國 去探訪那些受難中的朋友 讓我放下心中的掛念 我的這些行動在台灣或者在其他民主社會 都是在正常不過了 我確信這和顛覆中國政府完全扯不上關係 在我被囚禁十多天以後 我發現廣州的國安人員對我的態度有所轉變 比較溫和 但是很委婉的讓我知道 台灣有人利用我的案件 煽風點火在炒作 並問我認不認識一些台灣NGO團體的人士 同時也不太問我所謂的案情了 他們開始轉向 要我承認 我在台灣受到哪一個官方單位的資助 這些資金是用來資助中國的哪些人 並且多次暗示 兩岸有所謂的交換間諜 我理解他們想扣我間諜罪的帽子 我就堅持不認他們希望我認得間諜罪 而承認一個很可笑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因為顛覆國家政權是我個人的行為 但間諜罪就會牽連整個台灣政府 我不能出賣我的國家 但營救政治犯 是人權跟人道的事業 作為受難者的我們認為 國家 應該以主權和尊嚴為首要的考慮 不是每一次都能顧慮到 每一個人的個人安全 所以我們能夠理解 蔡英文政府 在營救過程當中 所面臨的種種的困難 那也覺得蔡英文政府 已經盡其所能的營救我了 我對此表示感謝 謝謝